620 特色號顎 第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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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收聽這個屬於M分鐘劇讀的年度大騷 今年依然有Professor Kai幫忙做布幕 他幫忙舒服很多 因為可以輕鬆一點 可以開玩笑一點 喉嚨舒服一點 因為這陣子的天氣一般 喉嚨就不太舒服 麻煩他剛才介紹我出來 今年已經是第三年搞這個頒獎仔 但是名字就改了 不同上兩年就叫做十大好郊劇集選舉 也會選一些好的又會選一些郊的 但是今年就變成十大勁郊劇集 為什麼會改名呢 就是因為TVB今年出過22部劇 就算聽起來好像很正經 金之玉葉二 巨倫 情逆三世緣 沖上雲宵二 又或者是岸哥三十六小時二 聽起來好像很正經那些劇 他不是交就是悶的 所以就是說如果在一堆劇裡面 真的要硬去選好的劇集 一定是施州二人組的金之玉葉二 又或者是巨倫的 那我覺得與其要大家這麼辛苦 在一堆垃圾裡面 硬要選一套是很好的 那我覺得這麼難位了 那倒不如讓大家投得開心一點 投得放一點 全部都是投交的 我覺得大家投得會更投入一點 今年的投票方式 就跟上兩年有一點不同 因為上兩年就是會先在Facebook給大家投票 然後主力在Facebook給大家投票 然後就會在友台討論區 或者是在TVB.com 或者其他討論區那裡投票 然後就加上一些票數 那麼票數就很多 因為今年Facebook沒有投票功能 那我又想大家主力在友台討論區的投票 就不想再把票數分得那麼散 那所以就 今年的票數是少一點的 因為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友台討論區很麻煩 每次都要先登記 才可以投票 那可能就會 下疾了很多人就沒有投票 那雖然是這樣 但是友台討論區有得好 就是它設定了一人一票 就是一個獎項裏面 就只可以給大家選一個選項 那我覺得就好過TVB那些 就是你可以 剔掉所有人 然後計算你最後那個 那我覺得 如果你投票 你每次都可以大包圍的 那你不如你不要亂投吧 那我覺得 雖然投票人數 或者是票數 是少於去年很多 上兩年很多 但是我覺得 讓大家去想一下 究竟哪裏真是很膠的劇集 很膠的角色 究竟 我應該選哪個是最膠的事 但事底事後 我只可以選一個 那我覺得 這樣的意義是會大過大家大包圍 還有今年就沒有10個獎 因為獎的節目時間太長 還有沒有了一些選好的獎 譬如說 沒有了什麼最好劇集 什麼技術表演獎 又還有 因為今年TVB好像沒有什麼特技劇 那些什麼 視覺特技獎 那些就沒有了 所以今年只有6個獎 哪6個獎 就有 勁交角色 勁交編審 勁交監製 勁交時底事後 以及勁交劇集 6個獎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今年TVB 有哪22道劇出過街呢 因為一會兒 那6個獎 都是在這22道劇集上 標出來的 不記得哪22道劇 我們先聽聽吧 TVB2013年 22道劇集 吐吐膠質 排名不分先後 賣姓Lady On Call 36小時 衝上雲燒2 人心解買2 金枝玉葉2 法王最鏡 神槍最鏡 好心作怪 幸福摩天倫 巨倫 晴月海岸線 晴逸三世月 旅境外作戰 神探高輪步 愛回家 老表李好爺 錯誤啟事羅 心路GPS 戀愛貴戰 淑南有魂 師傅明白了 情逸三世月 情逸三世月 發外風雲 對 大家剛剛聽完 22道劇集 不知道大家覺得 當中有哪十套 可以入圍 競交劇集十強 大家可以想想 或者可以想想 最後五套是哪五套劇 不過 大家想的時間 我先頒頒小獎 第一個要頒的小獎 就是競交角色 究竟有哪十個角色入圍 分別就有 師傅明白了 梁家琦的寬正 即是他是雅的 但是做手語 但是做手語 他又有配音 但是配音是同步的 即是他究竟雅還是不雅呢 也有巨倫入面 經常勾引陳展鵬的 花比奧 入本安琪做那個 其實我覺得他的角色 其實是王心惟的投射 因為其實我想 王心惟 經常都很想勾引陳展鵬 但是 始終不可以這樣做 在別人面前 所以就有找個角色去投射 永遠投射 都是投射最好的 投射的鬼婆 都比投射的 Oh My God 還有法郎追擊裡面的 金波地 即是森美 第一次拍劇 我已經覺得他很難聽人爭 抵他進來 還有就是 魯表你好野 高百度的晴晴 王點之 也是第一次拍劇 但是又很難聽人爭 還有就是 經常拍劇 都被別人車巴 車巴順 發外風雲裡面的宋佳耀 還有 嚴導大熱的神探高步步 裡面有兩個角色都入圍 分別就是 奧家年的包平安 還有 唐詩詠的妹妹 可以這樣說 兩個都是第一次的 拍著一試低場 做第二男主角 和做第一女主角 誰知 以為撿刀好簽 誰知不是經常 跟一試低場 唱鹹花滴拉胃 就是 要不就是 整套東西都是爽 可以這樣說 第一次 也是最後一次 我覺得 還有就是 新路GPS 田雞頭 劉慧圈 做那個歐可兒 就是 阿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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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就是 神槍追擊 神麗香 的泥珍 大波香 誰都知道他大波 所以 肚子裡面 導演仔 安排他 就穿背心 但是其他飛虎隊員 竟然就亂走 為什麼會這麼性別歧視呢 女兒要穿背心 男兒就沒得穿背心 難道大波的身體會好一點 難怪他身體那麼散 跟他一樣 這麼討厭 就有 沖上雲蕭2 的 芙嘉莉的Joyce 可以這樣說 他這個角色 相信有很多女聽眾 都會覺得他很討厭 經常假裝病 要求生求生 要求自己快死 不如你快點去死吧 究竟 這10個角色 有哪5個 可以進入到最後5強 應交角色 最後5強 老表你好野 黃遠之 衝上雲蕭2 顧嘉莉 深路GPS 劉慧圈 神探高輪步 奧嘉年 神槍追擊 神探高輪 相信大家聽到最後5強 都會覺得 應該會是他的 還不會是他 現在晚上又見到他 還不會是他 始終我620又不是TVB 現在晚上有他份 就不一定會頒獎給他 還有 他第一次拍劇 把聲高百度 還有 我又不會因為 你們歌聲 我又給個獎領 還有 又不會說因為你 是 一個 男性入圍 我又會給獎領 我亦都不會因為你 經常病 經常躲身躲細 像個八婆臭蟹 我因為很懶憎你 而給個獎領 不可能 因為這個競交角色 是有網民 一人一票選出來 他們覺得 怎樣才為之是 競交呢 就是在拍劇的時間 做出來的東西 已經是 競交 然後再到 做那個角色 套劇出街 然後 觀眾 都覺得他們競交 兩樣東西 match在一起 就是競交 那我想 在五個入圍裡面 只有他 才能夠做得到 劉慧瑄 阿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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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有 情逆三世元 葉天成 楊健平 沖上雲蕭兒 歐冠英 盧美雲 巨倫 吳少彤 老表李好爺 龍文康 Encore 36小時2 林中邦 楊健平 呂景愛作戰 關浩月 好心作怪 彭美鳳 梁欣東 我想起雷霆素讀 添一讀到梁欣東的名字 還有愛回家的 少麗瓶 閃翠精 葉廣任 馬俊瑩 還有 神槍追擊 五立光 王國輝 當然就有 神探高步步的 葉廣任 那不來聽聽 有哪幾個可以入到最後五強 敬包編審最後五強 愛回家 少麗瓶 閃翠精 葉廣任 馬俊瑩 神探高輪步 葉廣任 Encore 36小時2 林中邦 楊健平 老表你好野 龍文匡 神槍追擊 五立光 王國輝 相信大家都 夫之欲出 雖然這套劇 每晚出 但是每晚出 內容都差不多 來來去去 就不是說 哎 律師樓 就是說你家裡一家人 哎 不是說你突然之間發幻財 就是 說突然之間不知幾多國戀 這樣 一時就結婚 一時又結不成 一時又怎樣怎樣 既然都是這樣 你燈一下燈一下 可能七年都還有 所以那些人 就不投理了 嘩就嘩 這套劇 是你偏審的 大人是人都知道 其實這套劇由 上至演員 編劇 編劇 編審 監製 茶水 燈光 化妝 很多事情 其實都是由 王監製 做完 你說你是編審 都沒有人相信 所以又是沒有什麼人投理 就算你入到 五強都沒有用 對吧 這套劇 你又拍了第二集 但是 雖然你是兩個人的 又 又拿了一些童話故事 又快樂王子 又一樣那樣 但是 你交而已 但是 都沒有用 對吧 就算你說快樂王子 都沒有用 你指甲不會轉彎 都是沒有用的 還有 就是 現在不是教學電視 不需要你每次都講童話故事 對吧 我們要的 是要天馬行空 很有創意的 我們要看的時間 都是 看完這麼多集 都是不難知去說話 我們是要知道 醫學常識 但是 不是說要知道怎麼做手術 我們是要知道 怎樣換老細胞 原來那些老細胞 是可以很隨意 你過給我 你過給我 我又過給你 你又過給我 是要知道這些 醫學常識 而不是說 要看你怎麼做手術 看怎麼做手術 有什麼用 反正都沒有血 看來吧 所以 這位編審 就是厲害 因為他知道大家想要什麼 他就不傷大家 想要的東西 都不怕出來 他就怕大家 不想要你的 葉廣任 你 一回來之後 你整個TVB 都合你絕景 好東西 這個獎 抵你了 接著就來 勁交監製 勁交監製其實 都很容易猜 究竟有哪十套劇入圍呢 分別有 情亦三世緣的莊偉劍 好心作怪的張權文 衝上雲宵兒的歐冠英 陳偉冠 老表李好爺 王偉聲 按摩三十六小時二 潘家德 還有 巨倫的王心惠 愛回家的徐玉安 女境外作戰的張權文 神槍追擊的關永忠 和神探高步步的李天成 究竟 五強又是哪五強呢 勁交監製最後五強 按摩三十六小時二 潘家德 神槍追擊關永忠 神探高輪步李天成 女境外作戰張權文 老表李好爺 王偉聲 其實你都知道 你同一時間有兩套劇入圍 都應該知道是分駁了票數的 所以就沒有你份 還有 都說了 套劇都不是你監製的 又不是你編劇 又不是你成的 套劇根本就不是屬於你的 王監製的 是王祖南先生的 你扮什麼監製 你套劇 你拍了第二集 但是比第一集更悶 是啊 是很懶悶 但是未能夠交 所以多人投你 但是也沒有用 因為你只是懶悶 你未能夠交 這套劇都夠懶悶了 但是我們看的是 子彈式轉彎 所以 沒有你份都正路 觀眾最想要的是什麼 是創意 其實監製是不需要有創意 監製只是需要給別人有創意 怎樣給呢 就是什麼都不理會 就是正宗 什麼人可以做到這樣 老屁股就可以做到這樣 那誰是最老屁股呢 就是他 你添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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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探 高步步 哇 好爺 恭喜 一套交的 其實最重要 上年都講過 就是編審和監製的配合 編審交 監製還不交 因為什麼都不理會 才會造就這套交的東西出來 那聽完三個獎 不如我們就聽首歌 舒緩一下 話畢大叔應該是有些歌的 是不是 沒有話 用我撥開沙土 用眼淚做蝕疤 床外是你嗎 我以美光一聲就撇下我會得吧 上次春春一別還若念 結缽去共你願想那套結 若要改不了 總是到此時你的心得錯再添 共你快將傷回臉 做回那一秒 如何回到當時 猶如情類燃戀的冷笑 記憶可言 還作一對蝴蝶飛舞在時光深處 逃未紅過刀便夫妻 血肉知驅會沒法保證 唯獨春天可以這樣結束 臨頭有架氣 含笑凍色生死月光明有天地 床面沒有氣 時間若去不返就化蝶去 有枯底 六尺方圖字下環有你 約定了下世君我跟轉期 最好難一口氣 最好難一口氣 途中 由於情類燃戀的暗夜 也許可言 還作一對蝴蝶飛舞在時光深處 逃未紅過刀便夫妻 血肉知驅會沒法保證 活著夫妻 活著夫妻化那魂黑也願意 如海到當時 有時間亦轉的約時 你亦可言 總是此際神相不易亦曾經春節 愛人無法定見的事 總在心中曼劫不斷 我知 如何回到當時 悠悠情類燃戀的那時 既亦可言不及 還作一類流的飛舞在雲開身處 逃未紅過刀便夫妻 血肉知驅已沒有意思 離魂也可共存 是 大家剛才剛剛聽過的就是620聲版本的化碟 是不是聽到你們整個人都化了 這套劇 其實師傅明白了 我覺得其實 不算交的 但是 比較悶眼了一點 而且歌曲 又是不停地 重複重複 又重複 不過 好過去年 最幸福的事 接下來 就頒最後三個重要的獎 哪三個重要的獎 分別是 勁交時帝時候 和 勁交劇集 不如 先頒勁交時後 今年有哪十個主角入圍 分別由 情亦三世元 娥者的楊直雪 算是九一復出 但是 一復出 就馬上拍到郊野 相信 我想他都無憾了 還有 好心作怪的 萬爾文堂善行 我覺得 長腿蚊 最正都是 最後 他用他的聲音 去配 麗奇姐 我覺得那是最深刻的 講起麗奇姐 還有 女境外作戰的 女飛俠 還有 心路GPS的 李詩琦 劉翠雲 做難倒楊 都是 他一個新上士 還有 神探高步步的 金伊娃 即是馬賽 經常都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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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還有 這插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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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被人CAP到經常是洗河版 看到他的眶眼眶鼻 都算是代表作 還有神槍追擊的不死山 上官靈珠 徐子山今次就是 你怎樣都不死 拍得住剛剛上那套 風暴 劉德華 你真是天生一對 真的應該TVB找他們兩個 拍到警匪片 你兩個都不敢死 怕足六十集 最後就是大熱 跟阿金二媽一樣大熱的 巨輪的My God恩 就是鍾佳恩的卓靖 她的Oh My God真是心裡暈心 究竟這堆女兒 有哪五個入圍呢 競交時候最後五強 心路GPS李思琦 神探高輪步馬賽 神槍追擊 崔子山 巨輪鍾佳恩 衝上雲宵兒 陳發拉 其實就是這樣說 不要說TVB不給你獎 我們網民 都覺得你都不夠資格 就算你現在不簽TVB 就算你現在不簽TVB 你又拍過那些鬼片 你又怎樣呢? 你是虧就是虧的了 就算你跟 酷摩那樣 坐大腿那樣 激情器那樣 不代表你就可以 拿到事後的 因為你沒有代表性 你又沒有人家那麼難倒 難倒到 子女又不理你 怎樣怎樣怎樣 這樣才有起伏 但有起伏 都不夠不死厲害 但是不死而已 但不死都不夠煩厲害 煩 怎樣為之煩呢? 可能是把對白 重複重複又重複這樣說 譬如說 對白不需要長的 可能就是 常常說 步步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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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講這些對白 真是好像狗匪兩樣 這兩個真是叮噹馬頭 飄騷好相近 初初就是 基婆賽 就是行師面 不知道是不是快要接票 林近要快要接票呢 就 啊 反超前往 Oh my god 所以說620這個選舉是非常公正,TVB不給獎那些,我給獎你,不是我給獎,是網民都覺得你是應得的,你是應該做事後,你是第一次做事後,我可以告訴你,只要你以後都有劇棚,你以後都有機會做事後,足以做到第一屆事後,今年沒有阿姐不要緊,我們又粒粒中七人接棚,選完事後,那是時候也要選事底的。 那時候,究竟哪十套劇的男角可以入選到呢,分別就由巨倫的喬天生和羅威迅,陳展帆和蕭正恆,這兩個角色都非常暗咎和黑人爭,入圍是正常的,還有就是情月海岸線的張寶仔,即是王浩賢做的那個,他表情浮誇,是人都不喜歡他,做了這麼多年都好像沒什麼演技, 那時候還有衝上文宵2的酷摩,那究竟他會不會看完TVB,拿完一個最受歡迎的角色,然後在這裡拿個事底呢,真是不知道的。 還有,黃祖南監製先生的老表你好東西的蔡森,票數都不錯的,那些人都覺得他都應該要做事底的。 還有就是昂哥三十六小時二的馬國明的張一賢,那套劇都這麼悶,他都沒有什麼發揮的,就一樣都是這麼悶。 還有就是情月三世元的歐陽振華的袁金昌,那跟阿娥姐一樣,就算他們陶槍老拍檔也沒用,兩個一起搬來就拍到交劇,吊你老尾弄藏肉,好可惡。 還有好心作怪的方志力,即是苗橋偉,經常心搞痛,唉,都不知道做什麼事。 還有可以單手爬山的謝天華,神槍追擊的李浩陽,即是今年,即是2014年,應該就沒有謝天華那些劇,相信大家的眼睛都會舒服很多。 那當然啦,最後呢,就有大熱,神探高步步,時帝祥,即是沒得說的了,他那個換腦細胞,真是。 好啊,演劇又沒變過,但沒緊要,這次的劇本幫了他不少。 那究竟他可不可以做時帝呢?那就看看,哪個入了五強吧。 劍交時帝,最後五強。 衝上雲蕭兒,張智林。 恩哥三十六小時二,馬國明。 神探高倫布,麗耀祥。 老表李好爺,王祖南。 情逆三世元,歐陽振華。 其實這個真的不需要多說,因為真的實至名歸。 大家都覺得,藝耀祥應該要做時帝。 呃,太深就貧心。 就算今年,TVB比王子華做時帝都好, 很多人說,哎呀,時帝祥的粉絲去了哪裡呢? 他們的粉絲就去了這裡投票,就投他了。 因為他們的粉絲覺得,時帝祥就是時帝祥。 他什麼獎都要做時帝,是電視獎,他就要時帝。 哦,他們不知道的,他們就供了進來, 哎呀,時帝,哎呀,投了,那就投了他了。 最高票數,沒有人救他多了。 是一馬當先那隻,就算連王監製都不能夠他來的。 是嗎?王祖南先生監製又怎樣?等了。 人家時帝就是時帝。 人家的粉絲一投他是時帝,他已經是時帝來的。 一出來已經是時帝來的。 所以,他現在是世界時帝來的。 我算了TVB那些。 今年的時帝時候, 雖然就沒有阿姐和林峰, 但是我相信,有時帝祥和鍾佳恩, 兩個相信就會展開一個新的局面。 選完時帝時候, 來到最後一個獎, 就是劲交劇集。 大家之前就聽完2022部劇集, 想不想到哪10部劇集入了10大呢? 不如我先說10大先吧。 分別有巨倫, 好心作怪, 愛回家, 老表你好夜, 按歌36小時2, 旅境外作戰, 衝上雲燒2, 金之玉葉2, 神槍追擊, 和神探高步步。 大家剛剛聽過, 哪5部劇集入選最後5強呢? 雖然大家聽完之後, 都已經心中有數, 哪部劇集是可以拿到勁交劇集的了, 又或者是已經, 猜都猜到一定是他拿的了。 所以一會兒, 當大家聽到那部劇集的主題曲的時間, 就會知道那部劇集就是拿到勁交劇集。 快點到節目的尾聲, 其實我錄完也希望2014年, 可以開多點咪, 插多點劇集, 因為我都知道2013年, 其實我開咪真的開得太少了。 希望明年, 可以再搞到這個小的頒獎典禮, 亦都很希望, 葉廣任, 添叔, 和史蒂祥, 這個組合未來50年, 都不停為TVB拍劇, 只要你們不停地拍劇, 其實都很順利地 這樣就連年都獲得所有勁交的獎項。 恭喜這部劇獲獎, 希望大家喜歡今集, 好, 拜拜! 好, 拜拜! 总有是气候还是在意 其实也曾经过那深刻的意思 谁是对谁是错 是看不尊的故事 人生中灵过或者是对自我 对终一生求疑 谁是对谁是错 在半生悲喜恩仙 曾经这自我代表失去什么 得到更远我们历史 求明白过去那痕迹的意义 明远如明日发生的不会自然 沉迷的失恋 性格后还是在意 应我眼前脈光 说不出的结诗 谁是对谁是错 是看不尊的故事 人生中灵过或者是对自我 对终一生求疑 谁是对谁是错 在半生悲喜恩仙 曾经这自我代表失去什么 得到今天我的历史 无论对无论错 无论对无论错 在这一生中的意 时机中发现过 还去自我代表失去 无论对无论错 无论对无论错 有不死的既然 曾经真信自我代表得到什么 无论对无论错 没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